暴走的小药 你敢不敢挑战 只用三种物资吃鸡 成功的话 我喊全班同学给你点关注 要是失败的话 你就 你就给我们露脸 露脸就露脸 你不就是只用三种物资吃鸡吗 我 我瞎说什么话 嘿姐姐 你失败是要露脸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成功了 不仅有他前班同学的关注了吗 成是一种物资 子弹也是一种物资 你还能捡最后一种物资呢 什么 子弹也是物资 没头没甲没药品 我还怎么吃鸡啊 那要不 你挑个最近很火的双马尾套 小粉丝 他们才不想看我挑双马尾套套嘛 想看的小看可以 不想看的扣 这两个小倒霉蛋 物资还不少嘛 只是我这最后一件该选择哪个呢 药品 投资物 还是投甲呀 我的乖乖 这个小伙子够阴的呀 为什么你走前面不打你不要打我 那还不是因为你长得胖体型大 他的注意力全在你身上 小看呢 看来猜猜 小新的体重有没有超过一百 小新择偶标准大公开 小新 你想找个多种多高的男朋友呀 你看我能不能行 多了些别 身高体重都完美補合了 那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呀 我同意小看们也不同意呢 我去 这屋丁台还有一个啊 他们就是干啥啥不行 同期第一名 正面刚抢完全不是我的手 就是 那么问题来了 我这一次是选了 第三件物资没得选 只能选药品了呀 要不你喊我生爸爸 就让你再见一件物资 你 你想的没 我就算是成河 我们也不会再多拿一件物资 咦 是不是有人打我们飞船 小伙计 你这是老虎嘴里拔牙 这样死的啊 当心呢 对我肯定还有呢 我去 小兄弟 你这偷袭又得不叫武德啊 等我把血打满 要你好看 小药不是你想惹 想惹就能惹的 嘶 又看见人了 这房区肯定还有他队友 小心 走 直接往过去 走 虽然我是平底干啦 但是我的准心 却时刻在瞄准啊 类似 倒三个 还有一个队友是抛弃他们了吗 嘿嘿嘿 小开门平时玩游戏 是喜欢单独行动 还是私人一起啊 啥呀 没有背景 看个人都困难 小心 快来救我 等我上到房顶 就是你的死机 不玩了不玩了 这局都倒第三次了 能不成真的要失败露脸了 不行 为你小可爱们全班的观众 听了 前方有危险 危险 成功去击 快来想我露脸 明明都很容易嘛 那么出任务的小可爱 记得喊全班同学来点关注哦 我是小药 下次任务欢迎在评论区进行小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